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特别适合所有爱美的小伙伴们 因为我要分享我最近在日内瓦的一美体验 我是今年才开始做一美的 主要是因为在瑞士真的不像在亚洲一样 做一美那么方便 目前为止我已经试过三家美容业 实验了两个非常受欢迎的项目 我知道大家对一美项目的选择非常谨慎 所以希望通过我的亲身体验给你们一些参考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整体 我去的第一家是法尔曼的美容沙龙 法尔曼是瑞士有名的贵妇品牌 他们家的几个经典产品我一直在用 我本人是混有皮,剔去感 但是脸狭下巴可是大油甜 经常性的长痘 所以第一次我试验的呢 就是在小红书上风很大的清洁产品海飞秀 第一次做完的感觉不要太好 简直就是相见恨晚 刚做完马上就觉得皮肤从来没有的干净 而且回家还能挤出被吸到表皮的脏东西 小疙瘩呀,豆啊 在吸完几天内就全部都瓶掉了 我个人感觉还非秀 其实和产品的关系不大 像我在法尔曼做,他也没有用法尔曼的产品 所以呢,我还是想找一家性价比更高的美容院 这一瓶就是我脸上吸出来的脏东西 应该带回家送给我妈妈当礼物 比尔加是一个日内瓦本地的品牌 我在这里做了海飞秀和水光针 感觉这里设计是蛮先进的 海飞秀呢,大差不差 和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做海飞秀的小姐姐不会讲英文 感觉这里还是主要服务本地客人的 我还和这里的医生咨询了一下 他推荐给我一个项目叫The Age 听起来很像国内的黄金微针 但是加上了在瑞士现在超级火的PRP 我计划是在今年冬天做这个项目 不过目前我还需要再多考察几家店 因为这个医生我实在是有点喜欢不起来 水光针的话呢,我是第一次打 这里一个疗程是三次 每次间隔两个星期 而且没有击打的选项 只能手打 用的是飞罗加135 我看小红书上推荐人还挺多的 但是和国内不同 这里不会叠加其他水光精华 就是打这一只,他也没有问我 每次打完以后脸都会肿一个星期 刚开始的确效果很好 尤其是夏天打的,打完就一顿狂玩 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出来 肤色的确变亮了,都认清了 不过现在过了一个月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一家呢,其实不在日内瓦 是我去哥本哈根玩的时候睡边去的 这家就是浓浓的北欧风 给我做项目的小姐姐说 在丹麦他们的法律很严 必须是护士和医生才可以做一枚 而且因为管理严格 许多项目在丹麦都是不能做的 他说他们这里是哥本哈根第一家做海肥秀 而且也可能是唯一一家 从效果来说 我觉得这里是最不好的 每几天我都长了很多小豆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昨晚就直接去划船玩水 晒了很多太阳造成的 总体来说 我还是挺喜欢尝试不同的一名项目 也特别喜欢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下个月的海肥秀我都已经预定好了 看来我是在伊美的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了 到时候再给大家播报哦 那么感谢各位收看啦 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见 记得subscribe and like and comment bye